老師麻煩您進到簡報第36頁之後 把您的LT點舉證拿出來 那這個其實我在上課之後是還蠻喜歡玩這個 因為我平常都是做多媒體嘛 所以其實你在這邊要做動畫啊 要做什麼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這個呢 你可以看到它上下都有尖尖的 有沒有 我們等一下需要搭配那個杜邦線 杜邦線 那麼老師我問一下 您要搭配麵包板嗎 還是要直接把它接在板子上都可以 你想用哪一個 因為用這兩個線不一樣而已 如果是用麵包板 我們會用公跟公公公的線 如果是直接接進去 我們就是用這邊公的這邊母 這邊公的這邊母的 你看老師那個 您的這個線喔 您可以拿出來看一下 有的兩邊都是尖的 這是公公的 有沒有 各十條 然後呢 有一邊是這個 一邊是母的 所以老師想要用哪一種 你要哪一種套餐 直接接 直接接 好 那你就拿公母的線出來 拿公母的線 好 大家決定要用直接接的 我們來看一下 你待會兒要接 您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它有分 上面也是尖的 下面也是尖的 但是我們要接在哪邊 有晶片 黑色晶片這一邊 這樣了解齁 接在這邊 那它的角位到底是什麼呢 您可以看到 如果靠近一點 它在那個晶片上面是不是有寫 一個是VCC 有沒有 GND 那你這樣看比較不清楚 我用簡報給你看 這樣有看到了吧 簡報的第37頁那邊 我有把它怎麼接 它上面呢 就是有VCC GND 那這個沒有問題 VCC是電源要接5伏特的電 就接到開發板上VCC GND就接GND 然後呢 DIN CS跟CLK 就是它有三條訊號線 三條訊號線 那分別我們等一下呢 會接到 16 14 跟05 這三個 那你說一定要接這三個孔位嗎 腳位嗎 沒有 就是你可以接別的 所以 這幾個是我們範例上用的方式 所以我在上面這樣 所以呢 您看一下我在這邊直接接齁 那您這個鍍方線啊 其實每一條都是一樣的 好 每一條都是一樣 那每一條也都可以拆開 不過如果老師剛開始用 我是蠻鼓勵大家 就是 其實你用 黏在一起的 你以後再整理線比較方便 你看像我的已經拆成這樣子 一條一條的 你要整理就比較不好整 而且在接的時候 就比較亂一點 所以 你可以像這樣 然後呢 要怎麼接呢 你不要想說一次就接五根 你可以一根一根來 那另外老師觀察一下鍍方線喔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 不管是尖的還是 弓的還是母的 都有一邊是亮亮的 有沒有注意到 其他邊是不是都是黑的 那這個亮亮的邊是要做什麼 就是要拿那個 兩腳 那個電壓的那個 量電壓的那個 針腳去測試說 這個線有沒有通 了解嗎 它就不用拔下來 對不對 所以一般來說 我都會把這一面 朝向外面 你看 我就一根一根 有沒有 你就這樣子接上去 你可以慢慢推 不過老師 拿的時候稍微小心一點 因為後面這邊有尖尖的 有沒有 所以你就 拿的時候稍微小心一點喔 慢慢的 往前推 如果你覺得不好推 你可以用指甲稍微頂一下 稍微頂一下 但是有的那個鍍方線 蠻緊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不好推 你就稍微 盡量推進去就好了 不一定一定要頂到底 你一根做好的 我再接第二根 什麼顏色沒有關係喔 那一個原則 我會盡量照這個排線的順序 你看我現在第一條是藍色 我第二條是 這個比較紫色的 我就照著 對了 老師留意一下 請先斷電 先斷線再接喔 就是那個開發板要先斷電喔 你這個沒有斷電接上去不好 它不會亮 因為它 一充電的時候 會有一個初始化的動作 好 然後我接第二條 GNT 什麼顏色沒有關係喔 好 第二條就進去了 你可以用指甲稍微推一下 指甲稍微推一下 第三條我的是灰色的 我就再把它推進去 盡量你把亮面都朝同一邊 這樣其實以後再做那個 三用電錶檢測的時候 其實比較方便 雖然我們不一定會用到啦 但是呢 我們專業人士建議這樣比較好 好 不過說真的 有些杜邦麵品質還蠻差的喔 搞不好你拉一拉那個就鬆掉了喔 所以杜邦線也是耗材 也是耗材 所以我現在這樣就接好了 有沒有 五根接好了 我盡量照我的這個線 像這樣子 那麼這邊接好了 我就接到開發板上囉 那麼剛剛老師呢 您上面的那個 老師在拔的時候啊 您不要拔這一邊 不要拔那個 USB小的接頭 你拔那個 連接到電腦那一端 比較好拔 有沒有 這樣你拔掉會比較好拔 就整個不用的時候再拔這邊啦 好那我就先把這個 LED端先拿下來囉 您可以先歸位一下 好放回去 那我現在呢 這一個 我的藍色這一條 是VCC 就您對到這邊喔 有沒有 藍色這一條就是VCC 我就接到開發板上的VCC 好我就轉過來 一樣 我盡量把亮的那一面 朝外面喔 就朝同一面VCC 第二條是紫色的 是GND 我就翻到另外一面 翻到另外一面 GND 好第三條 我的是灰色的 我就接到16 我就接到16 好這邊的16 把它接進去 第四條 我的是白色的 接到14 等一下 灰色的我接錯了 抱歉 灰色的 接16 好 白色的 接14 最後一條 我接05 好最後一條 我的是黑色的 記得杜邦縣每一條都一樣喔 顏色不同 只是方便你辨識 所以我現在呢 盡量把亮的這一面 我都靠外面 都靠外面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OK嗎 其實這個部分呢 我都很建議大家 如果說老師以後 您真正自己在上課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剪裁片 同學的一定要幫他剪裁片 不然的話就是很容易 他沒接好 或者像這個 我們剛講要接在晶片這一面 他接到這一面來了 因為這個 我們學校外面也有很多 那個電子看板嘛 對不對 其實他裡面都是這樣 模組化的 也就是說上面這一塊 是要做串接用的 接第二塊 第三塊 第四塊 就是直接出去 只是我們目前 WebDunno 他只支援一塊 所以你接上去就沒有用 而且電壓也不足 電壓不足 好 那如果老師這樣沒問題了 我們就可以插電喔 插電之後會有什麼反應呢 有兩種 一種跟我一樣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就是暗暗的 另外一種 六十四顆全部都亮 也有一種 有的是插的角色會不同 他可能六十四顆就先全部亮了 但是這樣都應該還算正常 好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這樣OK嗎 老師先把硬體先解決